如果第二道门打开 他还没来你怎么办 没来就没来吧 还找吗 想继续寻找他 因为我真的 那是找不到呢 以后你每天还会经过小卖部楼下 你还会去李泽平那买东西吗 会 会 我拜托你一点 如果你找不到王迪 你也不要接受李泽平 那是害了他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了 你来了 我好想你 我全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 和你分开以后 你会这么糟蹋自己 我这么糟蹋自己 我都是因为谁啊 你一直追不起就完了 你知不知道 你走友家里东西 我都没动过 你衣服 你压高压刷 舌头在那摆着 我都没动过 我就希望能回来 给我等等 你也不回来 来 你上我这来 换你好像 很多事情欲言又止嘛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 您好 我是王迪 是杨纯的前男友 你的离开原因 是如杨纯所说的 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吗 不是 其实当时分手 所有女朋友 有孩子 其实那是假的 然后骗子 为什么要骗子 因为关于家里头的事 确实是发生了 很大的变故 所以说我必须要 和杨纯分开 家里走了 已经完全破产了 我不想拖累他 那今天干嘛又来呢 今天想过来把话 跟他说清楚 然后让他以后不要 不要再这么征服自个儿 行 你们俩自个儿说 我没别的好说的 跟李泽平比起来 你还真不像个男人 来来来 站这儿 杨纯站那儿 来 事隔半年的一次告白 好吧 接下来是杨纯和王迪 互相的告白时间 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走 不让我跟你走 有些自己谎话来骗我 我不能让你跟着我走 为什么 你是觉得我过不了苦日子吗 你是觉得我爱钱吗 我就当初我如果不骗你的话 单纯的告诉你 我们家破产了 然后 你会离开我吗 我不会 因为我想让你离开我 你为什么想让我离开你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去吃苦 现在完全已经 家里头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样了 原来的房子车都没了 知道吗 我不怕吃苦 你不怕我怕 知道吗 我怕你跟着我吃苦 是以前咱俩在一块挺开心挺高兴的 那会 你上下班我接你送你 你想去哪玩 咱立马就去了 什么都不用想 买张机票咱拎着行李就走 你想穿什么衣服 你想买什么牌子 咱们立马就买了 现在不是那样了 现在的情况下就是 我每天睁眼就是 工作 挣钱 然后还所有的债 那你觉得我现在过这种生活 就是你 你想要我过了吗 就是你觉得你离开 我现在过 过成现在这个样 你觉得就 就好了吗 就可以了吗 你离开就对了吗 我以为我和你分手以后 你能过一段时间 能把我忘了 然后去找一个比我好的 好好的过下去 我不知道你现在 你变成这样了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了 行不行 你每天抽烟喝酒 你觉得舒服吗 我不想着 就是说以后了 就因为这种日子越来越苦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在跟我到时候 感情上出现什么问题 那时候不就两个人都完了吗 你到时候也不漂亮了 也不年轻了 你到时候走 你找谁去 谁照顾你 你还爱我吗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我有你能怎么办 以后别这样的 行不行 好好的过吧 别一直 就是在我这棵树上吊死了 好好找工作 然后找一个更好的 然后把我忘了吧 行吗 好好保重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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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孩的世界里 只有她自己和她的爱情 其实并不太善于关心别人 她只能成为男人的负担 坦白说 我压根就不信这男的说的 什么事能让她离开自己爱的人 能忍心看着真正自己爱的人 那么伤心欲绝 我倒可以理解就是说 她想把这个情感放一放 但是她的处理有问题 因为我曾经也有过 这个工作和财务上面 出现这个问题和状况 精神压力非常大 那要按这个逻辑的话 只要事业上受到了挫折 恋人就得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夫妻就得分居一段时间 那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这要看她选择的恋爱对象 或者是她的妻子 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真的能够相濡以沫 能够一起同甘共苦打拼的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 不存在问题 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呀 我愿意跟你一起说 我愿意不及 我有不幸的三年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